大家好,我是Shenix,为大家带来Axon2的游戏,康文事变 我们上期结束的时候呢,也是接到了一个全新的Council任务 这个应该是让我们去营救一个,营救一名VIP啊 它是一个科技家,给94的Intel 我们看一下部队,应该是没有什么 好像上期结尾的时候是研究出了我们的Proven Ground 又研究出了一个新的,应该是毒气的手雷啊 我是想,我觉得Grenadier,我觉得还是让他们拿着这种Frag吧 让他们拿Frag的话,主要是可以把炎进去完 但是我看这边,这边我们的这个Specialist,拿着这个普通的手雷 我可以把你这个手雷换,换成这个毒气手雷 这毒气手雷,我们看一下这个普通的手雷,它的影响范围是3 然后这个手雷呢,是5 诶,它会造成伤害吗? 它写的伤害是3到4啊 而且还会有一点的Shredder 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 但这个应该是影响范围这么大 这个应该是没法造成就是掩体伤害的 我还是需要一些方法去催后掩体啊 因为这边这个酸手雷 我可以看一下之前我是没有没有看它的一个这个详细说明 跟它写的是好像伤害都一样 唯一跟我们的普通这个Frag Grenade不太一样的呢 它写的是它的Shredder 是2 也就是说它更能对有效的把护甲值直接给腐蚀掉吧 而且是敌人会中一个酸 反正是酸腐蚀的一个debuff 跟火烧伤一样 是每回合造成1到3点的伤害 进不这个样子 反正是我们多出一个道具 其他东西应该是没有变的 我们直接开始吧 我们看一下 我也是比较好奇这个Gas Grenade到时候究竟是一个什么效果 毕竟是新游戏 之前我的推测是它有点像之前的CAN 也就是直接是造成片毒的烟火并不会有伤害 那刚才那个手雷上写的是还会造成性能处的伤害 具体情况我们当然是只能着陆再说了 写的是Rescue也是要去营救 可能是就是可以看这是算是敌人 我们这个YP被敌人总是压送了 在压送呢 可能是需要去相当时给他类似于给抢劫过来一样 这样好像现在我们的视角又被拉得很远 这边的提示也是有点太小 看不见 现在又拉回来了 为什么这回的毒档这么长的时间呢 不太清楚啊 是因为这张地图有很大吗 帽子很大啊 在这附近是帽子有点 我觉得可能是地图很大吧 貌似是很大 我觉得这张地图它堵挡住这么长时间 可能是因为它地图很大 然后很多的多层建筑可能需要加载的东西太多了吧 可能我才是这么一个原因 这样看一下有高楼 我们直接是出生在了高楼啊 我们的居首先移动一下吧 看看应该是没有什么东西 其他的 这个楼下我已经是有点怕了 我是怕直接移动一下 你直接就是下面有一个平面就给你 你就会被暴露了 果然有平面天哪 这样就怎么办呢 想这边是敌人的 这边到底有没有平面 我指的是这边有平面知道 这个下面有没有 非要逼着我扔一个Budelscanner吗 直接浪费在这边 我觉得还是扔一个吧 我是不想直接第一回合 就直接把我的consumer直接是没掉 这样这边是没有 也就是我不对是可以放心的从这边跳去 这样好像没有人可以直接 他可以拦凑行动 但是这边会打破confusion 这边呢 另外我有点 我有个疑问 这些平民他们会巡逻吗 那边有个有个塔 我希望他们不会巡逻 到时候他们巡逻直接把我给 就是直接把我们给暴露了 这个是有点有点不太好的 我希望他们不会巡逻 好像是看不见 我还是需要走下去 Mutant跟Sectoid比较神奇的一个组合 走这么远 我被暴露了吗 我现在没有暴露啊 这样 我觉得直接直接开怪吧 这没有没有什么好说的 有可能我直接选择face off开怪 但是对这个Mutant效果不是很好 我要是face off 应该是我们L1K的回合就结束了 可能是不太好 还是老样子狙击手开怪吧 这样这个还是有一定几率 是能直接把敌人暴击暴死的 直接是拿这个狙击手开怪 还没有打死 还剩ED 没有关系 ED化呢 是 相当是假如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用stock把它给解决掉 找是看Mutant他眼皮怎么拿 他往回跑 这是不太我是不太想看到的 跑到这边来了 好吧 跑到这边来是没有关系 我以为他直接去跑 跑出去了 让我们看一下那边的黑客 这个为什么只有6%的几率 我觉得 这是我们的整个小队 我们小队是所有已经花费了过的行动 是直接是在恢复 也就是说你在行动一回合 好变态 而且是82 我觉得这个目前我们先不使吧 我就暂时先 就是我知道这边有一个 假如说我们实在不小心把 就是搞砸了 我们可以去想办法去黑客这个东西 从而是在就是 在类似于作弊一样 可能在白行动一下 另外这个手雷呢 是好像是带伤害的 可以看他是等于是会造成伤害 但是没有掩体伤害 可能这个手雷就是专门比较 刻一些生化单位 然后那边的这个酸手雷 是更加刻机械单位吧 这样 我觉得有什么关系 我们部队可能是还想往前走 我们看一下这个能上楼吗 扛这边可以上楼 然后会这样 要是说室内呢 这个室内是 这边有窗户 有时候这边敌人会直接看见我们 我的想法还是从这个后边绕上去 然后从这个管道上爬上去 最后直接是 大家在一个楼顶上 等于是去偷袭 我是这么想法 这边暴走还有很大的区域 我在城里有没有更多敌人 然这组敌人是从这边巡逻过来的 我猜应该不会这么密集 这样等于是我往这边行动了 诶 然后 有点问题 不过 这里面没有平民吧 我刚才好像在那看着了类似于平民式的东西啊 诶 无所谓了直接 好 这个 这个管子炸了 没有事儿 我是一会儿要从这个管子上爬上去的 另外我要是炸的时候 旁边有平民 会有提示吗 应该是有提示的吧 呃 还有掩体 没有掩体了 诶 这样 我们看一下谁去 谁去获得这个击杀 其他我觉得能动的人尽量动一动吧 在上面的LVK应该是一个100的 123456 也就是说知道 这肯定是能打死的 这个就无所谓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黑客呢 有点问题啊 我们黑客黑客完了 这个就 我们就直接走开了 现在是没法再黑客了 我觉得我们还是直接去黑客他吧 叫你去直接黑客他 但是呢 也是在我们的部队的 都已经行动完之后 现在还可以做的是 但是LVK可以把这个人打死 然后你呢 需要把眼前的这个塞托也打死是吧 我又有点问题 有一点点问题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在上一区行 获得一个superior 一个等级的一个stock 没有给我们的shaper装上是吧 另外这是他获得promotion了吗 这样 我觉得呢 我直接用手枪打了 因为手 手枪还没有 不是百分之百啊 这没有办法 假如手枪也是百分之百的话 只用手枪打 因为他是没有 不用上子弹的 这样用狙击枪打是需要废子弹 没了 然后去黑客水中间 不是一百 但是我觉得几率很低 敌人有可能是把敌人给信过了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离我们起始位置很近 应该敌人没有离我们这么近吧 应该是不会啊 我也是没有尝试过这个黑客 看一下什么效果 哎 退不出去了吧 这样好像真的是作弊了 相当于是我们又重新 也是再重新重新 重新走一回合 这样刚才我应该让我们的 哎呦 我有点问题啊 应该让shaper先动呢 先动之后他又可以动 这是这样是平民 哎 无所谓了 这样 我们看一下先往这边先走吧 没有人 这边貌似应该也不太会有人的样子 我们再往前探战路 还是没有人 这样其他人我估计是可以比较放心的去准备 往前冲啊 moving to position on my way not a problem 这边的这名狙几手看一下 我们要往哪里走呢 这么远 这张图是很大 所以说我们尽量是好吧 在房顶上估计是没有太大的 要是没有太大的优势 嗯 没有情况 叫我们上楼 哦 这是直接激活了吗 这应该是激活了吧 看激活了 他想敌人的这个质量还是挺高啊 Sectoid加viper 但是你们拿汽车当眼底是吧 大概这个样子 我觉得就不用考虑了 哈哈哈 敌人太扎堆了 哎 这样其他的部队我们看一下 有点 要说想求简单 直接就 直接在一颗手雷 应该就能搞定了 或者说呢 是 看 我觉得这主要是要去看我们狙击手的表现了 这是58是吧 这边是 这是viper 为什么viper还有掩体 谁没有掩体了 这个Sectoid没有掩体了 这样先 你没有 本事 你移动后不太 不太能射击啊 直接去打这个Sectoid吧 哇 这个子弹的穿甲能力好强 直接把楼都打穿了 而且 而且打着了 也就是说我们其他部队没法上去了 嗯 这是 子弹是怎么把楼打着的 还是说这个楼上有一些煤气管道之类的 这样我想 这个Sectoid 他一般敌人是 除非我们站在开阔的地方 他们一般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去 怎么说 就是不会去朝我们射击的 他应该会优先使用超能力啊 所以现在我要优先把这个Wiper打到 都是一些半掩体 这边没有什么全体可以拿 嗯 我觉得要是都没有说好的全体可以拿的话 我们没有必要是去纠结是谁拿全体谁拿半掩子 这样你的最坏情况下直接是suppression控制住这个Wiper 嗯 其他人 其他人 L1K是可以 耐心汉的 打这个Wiper两下 41的几率 好 体能又鬼 再打一下 哇 这个 这个就不要怪我了 Wiper这是被炸了多少血 摆清楚啊 但是 这是这个车是全体吗 为什么看不见点 可能这个车是全体啊 另外我发现好像我是连 我是没有一些更好的 更好的地方可以去了 是有点问题 刚才应该考虑让L1K去拿一些别的掩体 不太清楚 有没有其他掩体可以拿 这样没有 由于是没有好掩体了 好像好像是没有掩体了 我可以 这边好像也过不去 但这是一个普通的sackway 他应该不会 他应该是 这是另外一组 另外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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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估计你就直接去偶尔卧是吧 一会塞退了 他要是跑的话呢 直接能 这边被打着了 真是还是不太高兴啊 嗯 我们这么着带着呢 这么着带着可不可以去 这个应该是直接看 看不见我吗 或者说我们用关木领给 可以给楼上的人吗 可以给 而且是增加30的防御 原来是加30还是加20 我怎么记得原来是加20 现在变30了是因为 这个thread assessment还是说是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冠命升升级了 我觉得楼下这个角度 我握着不太好 我直接是给楼上的人握握着 而且这组敌人我不太清楚他们会不会激活 这个是带 可能是 一个hat 一个bonus 应该还是很容易打中的 不要把我们这个人质的这个车也炸了 这些敌人没有反应吗 自己的车子直接炸掉了 今天是比较淡定啊 这样我们看一下楼上的 好像这么走就会直接遇见敌人 站在这呢 站在这不会遇见 希望我们 希望就是不要 游戏这个不要撒谎 有9回合 我觉得现在我可以去 我可以稍微拿一个回合去想办法 这边OEK是可以看的一点 但是他是一个 这边好像不着火了是吧 应该是不着火了 不着火了 这样这边的举手 我刚才OEK是站在这个位 这边没有全原体了吗 没有什么全原体啊 但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 刚才OEK在这边能打到他 直接过来去就位 其他的人呢 楼下还有一个人 这边是没有太大关系 我觉得CHAPR就不动了 我是怕直接跑到这边 假如说这儿站着一个平民的话 可能会 这样走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像上一人呢没有掉OEK 因为敌人是压根就看不见我们 可以上子弹上子弹 子弹要是满的话呢 直接OEK 这一组敌人应该是等于他们去看 怎么没了 哇 这是什么情况 敌人没了 但是我能看见他 这是bug吧 这样不管了 直接狙一箱开拐 一个officer 那是trooper吗 哇 好像很危险啊 差点我们的shaper被flung掉 这样看一下 这应该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难度的 我觉得直接 但是还有一点问题 我上去不会把那边的敌人激活吧 那边有敌人吗 好像没有敌人啊 75跟62 可以把这个掩体炸掉 我们好像只剩下一个 一个frag 剩下都是一些acid 是没法错有掩体的 另外这个officer鞋好多啊 我这才发现 faceoff94跟87 7这个还是还是不错的 这样这个人是7滴血 敌人的血量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就原来他是6滴血 那你是没有 你是没有其他技能可以使啊 直接射击得了 打中了不错 这样剩这个officer 他在半眼底下 应该是 可能是更好打的 我们直接是跟他不停的射击就完了 这边 RK是没有必要用faceoff 只有一个点 直接手枪射击就可以了 这边的手蕾应该是没有用的 因为手蕾现在是 敌人的车已经是刚才炸过了 就是没发现效果 其他效果 就是再怎么炸这个车也是不会 不会被摧毁 敌人还剩一笔血 这样这边的直接stock 可能直接给打死 这个hack是可以把这个车hack开啊 发现好像每次需要就是不需要命中的时候都命中了 一个promotion 将shepard接着引伸 向前把战略屏连起来 advance speed 这个还是不错的 我好像有更多了吧 advance laser set 终于是出现了 一直是没有 这个也是我之前 为什么一直不给我这传统生机 我是想要这个东西 它是能增加暴击率的 应该是 对 我没有记错啊 它的效果是 它效果应该是离着敌人越近 好像是这个暴击率 加长越高吗 我记不太清楚了 总之这是加暴击率 应该是 我觉得是对散弹枪应该是最有效的 因为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ranger是拿散弹枪冲的靠前 很容易flang点 再加上rant gun 所以说这个收益应该是对散弹枪最好 对狙击枪呢 大部分敌人可能是有掩体 所以说并不是说暴击率这么高 通过later saddle可能是 我是希望能大概能跌到一个100的暴击 我是这么一个想法 这样应该是没了 shepard我觉得 你稍微往前跑一下吧 不然你跑太短 毕竟这边建筑太多 对视野的影响比较大 之前我们有黑客 那个人在 在这边啊 我觉得 我们看一下 他可以原地黑客 我们是需要一个人啊 需要一个这样 这是这是目标地点 怎么过去就是太 这边的建筑实在是太多啊 不太清楚有没有敌人 这种建筑实际上是不太说的前行的 因为离的很近嘛 一个拐角 就直接这边暴露了 我往这边先探一下 因为一会呢 把这个车里的人质要营救的话呢 肯定是需要 这边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塔 这样一会让谁背呢 可能让我们那边的拘手背吧 我觉得他让你背吧 是没有 毕竟感觉上他是没有 目前是就是贡献到时候是会 会是最小的 谁让你背 其他人我觉得可以去 还是黑客不了那边的塔嘛 算了你反正没法黑客那个东西 你就先把这个车黑客掉吧 哇终于来了 是可以永久的增加我们的黑客能力20点 这个我肯定是要去用的 那边呢 是直接是当前的就是Dark Event 直接是Delay 就是延推迟两个星期 而且刚才也是没有成功啊 60%距离没有成功 像其他人L1K我觉得一会我估计 我们好像可以这么爬一下 爬从这爬到这个楼上 可以这么爬 到时候我们这么爬 其他人呢去去九尾 去九尾 哎怎么没有反应 哇好像刚才好像一个O 如果是又没有反应 哇好奇怪 像这个门应该是开了吧 这门应该是开了 我们刚才冲过来的举手在哪里 是你啊没有子弹 哈哈 站在这儿这个门 站在这儿可以开门吗 斜着 可以开门 可以开门 把门开开 然后那边的狙击手呢 进来 进来 还想是看见了VIP 现在可以操纵VIP吗 好像是可以操纵 但目前我想的是让VIP也跟着我们 有标去爬楼吗 楼上好像是掩体比较少 我估计知道他直接是走楼内 然后让他这么走 这局就先让你 这个塔还是不能黑客 是因为我已经把那边的塔给黑客过了 是这么一个意思吗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这样前沿的部队直接准备就位 这边的VIP呢 我觉得你既然要是没法黑客这个塔的话 你就往 你就不用理他了 还是从车后走 从前面走的话 毕竟是没有部队探索过 不太清楚会不会遇见敌人 看这个塔 这个塔并不是说是你这样地图上有三个塔 可以黑客三次 只要黑客过一次的话 他应该就是没法再后客了 这样这边有一次视野不太好 我估计Shaper就不让你动了 敌人有 有援军 直接先上去看一下吧 最好情况下是不激活新的敌人 然后呢 我们直接就原地 偶尔沃射这种新的敌人就可以了 貌似是没有啊 没有的话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他的行动好不太好 应该是VIP被挡住了 不得是被VIP挡住了 VIP呢 藏在 像还好是普通的VIP啊 我之前以为是这个VIP就是好像 他自己不会跑 需要我们我们去 我们需要我们背他 这样好像是不用背 这样直接我们这个举手就直接 可以去解放出来了 Ready to go Heading out Shaper稍微移动下 新人往室内吧 这样其他人直接Overwatch 你直接 来展览一个角落 然后这边的 守雷好像 应该能征到吗 下回合我们要是移动一下 希望能征到 一个MAC有STUN ANSER 还有两个STUN ANSER 两个STUN ANSER 前面又写的是一个Promotion 应该是肯定有人死掉了 我这是所有人都在打MAC 还有什么要打 哇什么情况 刚才怎么突然卡了一下 可以攻击到这名点 我们的 我们怎么 好像可以从这边爬上去 这样看一下吧 这边可以下来直接Flang他 我们要是在楼上能打到他吗 这人不太能打到啊 我们看一下谁能 谁能很好的把他Flang掉 可以站在这Flang 你也可以Flang他 或者说 可以站在这Flang他 这里可以把他Flang掉 剩下的人呢 我估计就直接不用 你先去Flang 因为 这还是在往前走 我不太清楚还有没有其他的敌人 有可能再把其他的一组敌人 激活掉 貌似目前是没有 RVK是可以选择原地射击 或者说呢 我是让其他人呢 往前冲一冲 利用高低优势把这个人打掉 这样这个应该是能打掉的 嗯 现在主要是看你这个设计 因为是有可能打不死的 打死了 其他人看你 你有两发子弹 另外一个人 好像都有两发子弹 这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你好已经获得Promotion了 让另外一个钢子打吧 不是钢子 呃 Grenadier 而且他的兽女的手雷也是比较多 就算没子弹了 到时候还可以用手雷 这样这一组敌人是解决 我觉得还是不要让 让人在这个上面啊 感觉上会获得更多的视野 比较危险 在下面来吧 再将VIP跟上 下面稍微往前移动一下 这边的应该是有窗户 所以说是有视野的 应该是再往前跑一跑 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我们再往前跑一跑吧 然后现在还是利用这个 翻腾的一个Grenadier去探路 貌似是没有 哦 四十没有了 这样我觉得很有可能是 就算有栽生一组敌人 应该也是问题不大 我们大概跑到一个位置 下回合是可以直接大上去的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样我们还剩三个回合 所有部队呢 全员的就是用蓝色移动 应该是能 能安全离开的 Let's do this not a problem on your order I'm away 这样看一下 应该是另外一个狙击手 他还有一个Buddle Scanner 直接扔了吧 帽似是没有照到什么东西 但是也不能掉清新 总之目前部队就在这个地方待命就可以了 没有子弹人的 稍微上下子弹 你是VIP没法做 帽似是什么都没有啊 这样应该是应该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直接其他人应该假如能Dash上去的话 你可以Dash上去 我 这是我们的 关部领直接是飞过来了 其实你可以直接撤离了 这样最后VIP跟上 下回合我们应该是可以 可以直接撤离的 还是时间还是比较紧张 这样我一定要不要点错 万一点错的话 我们的部队就直接被留下了 是不是都已经上去了 应该都上去了 这样大家撤离就可以了 诶 这样是任务完成 还是不太清楚 就是究竟会有后多少个敌人 总是 其实在刚才 最后那个敌人空投完以后 空投完以后 其实是整个应该是没有敌人了 可以看这位是一共有10个人 都已经杀掉了 所以说应该是可以比较奔放 但是我只是不太清楚 万一有敌人的话 肯定会 要是太奔放的话 肯定会有很危险 是没有办法 像我觉得这边的就是他这个timers吧 给我感觉上好像目前我玩的是普通难度 在高难度下敌人就是可能会更难打些 我不太清楚会不会 我不太清楚 可能高难度下我会打的就是更加的 有些情况下可能就不射击了 直接用手类炸死了 就是不用管 就不用不考虑去 不考虑敌人的loot 就是先考虑活命 可能也会打的 应该不会说速度太慢吧 我觉得我刚才这个打法就是 就等于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 并没有说是打 就是有很多的大神的 不太清楚 总之目前给我感觉上 每次大部分这种任务啊 都是在就是最后一个回合撤离 又有很多人升级了 这样这边 其实我还是非常想去得到一个会hollow的一个Gunner 目前不是Gunner Grenadier 就是他的一个叫heavyGunner 这么一个他的一个技能术 感觉上 目前可能是我们的还是需要部队去破坏掩体 可能到后期我会让两个满级的Gunner Grenadier 一边呢一个人去专门去学扔手雷 另外一个人他是等于是去去专注射击吧 初期呢我觉得还是先去学这边那个手雷了 可能是能更有效的退后掩体 这样这边 Cavin等级的一个Ranger 两个技能都很有意思 但是呢我觉得 我们在 assault这边的技能 没有这边的这个implacable要好些 先说assault Blesser 基本上就是给我感觉上是一个 Cross Combat Specialist一个弱化版 它是相当于原来原版是进入四个范围内 你只用散弹枪 是发overwatch 现在这个呢是进入肉博范围内 你用你的刀是砍人家 呃我的想法是 由于是我第一集没有学Blade Master 所以说我的刀的伤害是 其实是少两点的 是所以说攻击力比较低 所以说这边呢就是没有特别好的 伤害出出会比较差吧 假如说要是这边学了Blade Master的话 配上Blade Master 我们应该会 克 应该会非常克一些肉博的点 但由于目前我是不是这么一个组合 所以说我想学这边这个implacable 这个技能是怎么用 当我们获得击杀的时候 你是可以移动 就是等于在获得一个移动 但这个移动并不是指他的一个 一个行动啊 感觉有点奇怪 它写的是move 呃基本上就是 嗯怎么说呢 就是你 有点像 卡汗有点不太一样 像原来的技能是叫什么 呃 hit and run 也是在lone war中 就是你杀死一个敌人的话 你不消耗行动 这边呢是你杀死一个敌人的话 你可以去 就是在跑开 但是不能再射击了 总 总之你获得这个免费的行动是你只能 你只能跑 你不能射击 你不能干 好像连上弹都不可以啊 总之 它的作用就是你 很像原来的hit and run 就直接跑到一个地方把敌人fly掉 然后杀死 然后你再跑回去 基本上是是这么一个一个想法 呃 没有原来原来 原来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些技能要强 因为它是不允许你收集两回 但是呢 相当于是保命效果比较好吧 等于是你杀死 你杀死 弗兰克一个这些杀死后 有时候可能 呃 比如说原来你是 你可以把 你可以弗兰克把这些杀死 但是你会结束在一个很糟糕的位置上 但是有了这个技能呢 你可以是不用考虑你结束的位置 因为你假如说你能确保这些会死掉的话 你杀死还是会再移动的 总之是这么一个效果 啊 最后我们的 我发现我们的specially升级是最快的 不再清楚是什么效果 这我之前学的 啊 之前我提到的 garden技能 你在overwatch下 等于是只要是击中了 还有50%的几率再打 再打一次 感觉上随着等级的上升吧 到时候可能会再给他武器装一些高级的瞄准镜 然后我估计你这个人呢 他的身上这个pcs我估计也会装瞄准 总之会让你玩命的overwatch 应该会比较强烈 然后这边这个hypervision 也是比较有意思一个一个技能 它是你当你你的行动 就你可以有两个行动嘛 一个是蓝色行动 跟一个黄色行动 你要说你把这两个行动全部用在移动上了 你会自动的在这回合结束的时候增加一个overwatch 感觉上就是 可能吧 我给我感觉上你要是学了covering fire的话 比如说你在一个比较糟糕的位置上 然后有些人需要保护 你可以直接大使到一个 比如说你可以大使到一个高地 然后获得一个高地的一个 命中的一个bonus 然后去covering fire 算是我觉得目前我想的用处吧 可能是是比较 比较有意思 就是你可以大时候 基本上说白了 就是你可以大时候呢 可以去自动进入overwatch 但是我觉得 感觉还是没有garden这么有吸引力吧 这个技能可能就是 我觉得可能就是当你脱节的时候比较有用吧 一般情况下我的总之是我的打法 我的打法一般还是希望就是让大部队等于是跟在一 跟在一起 这样基本上我都会让大家蓝色移动 然后overwatch 基本上这个技能可能用到 可能是到时候去失控了什么的 可能会用的 或者说呢 你直接大使到敌人flank的敌人的位置 然后直接去overwatch他 但由于我目前呢 好像是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是大使到的 就是flank敌人的位置去overwatch他 然后我们到时候目前还没有学这个技能 就是在 不是office 是在Gorilla Tactical School 可以学一个就是让我们的 我们的specialty 就是他的overwatch 是没有一个penalty的一个技能 而且还能增加失联命中吧 不对啊 好像是有点问题 当时那个技能好像是可以暴击 可以增加失联命中 但是overwatch的penalty应该还有 好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并不是说是 应该这个penalty应该是70% 就是你原来 你命中率直接是下降到70% 这是在overwatch中 因为你的view怎么这么高 我才意识到 这是这是什么情况 总之这两个技能 比较都是很有意思 可以去 我这两个技能就是很有意思 技能 我都是很想试一试 但目前我是更 更想去就是去体验一下Guardian 这么一个一个感觉 Hair Trigger 我是绝对没有用 到时候可能我卖的了 Advanced Laser Set是 这个好像还是不太一样啊 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样 这好像是一个长驻的10点暴击 然后你离的目标越近的话 他可能会加的越过越多 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是你就算给剧手戴上 也是有一个10点 10点的一个暴击 假如说给我们的 我们的Ranger戴上 他的散弹枪 离着很近去Front点的话 这个10可能会加到20 甚至是30之类的 总之是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有一个 The One Speed You and your crew have dealt another serious blow to the alien's efforts 这样基本上是完了 我们 看一下现在5个工程师 3个科学家 哎我好像有一个工程师在闲置的 没有什么都没有做 真好 什么都没有做 再让你先挖着吧 其他的东西 钱好像是没有获得 这边在研究着 我们的护甲 先看一下之前好像是我们总部的 这升级啊 目前是没有什么特别 感觉上特别有价值的 这边supply还在扫着 我觉得我们先去看这个supply之前 我们先去 Ply Market转一圈吧 看一下这个月有什么新的新的情况 哎敌人是对Ethereum 然后Sactway的实体 跟Wiper的实体比较感兴趣是吧 有什么可以买的吗 可以买 这边是可以直接RushPlatyArmor的一个科技啊 花45英特尔 现在是需要8天等于是可以省4天 也就是45英特尔换4天的时间 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35的英特尔换103块钱 这两个东西我是比较 我觉得我就都买了 还有别的吗 别的暂时不需要 卖一卖东西 说之前是什么Ethereum比较贵是吧 大概我去留30个吧 现在需要Ethereum 感觉还是游戏可能比较出气吧 我再多卖几个 卖到25个 Sactway的实体比较贵 卖两个 好现在这些高级的敌人 他们都出现几率感觉上变多了 因为是感觉上哇这东西这么贵 可能这是因为现在敌人的质量提升了嘛 所以说可能是预见的更多了 先把这些东西卖了 获得一些额外的钱 之前好像是还有一个什么 像像啊这个Advent Speed 现在好像是我们我们的扩存中就有三个吧 好像还是挺多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标准买 其他东西大概就这个样子了 还可以卖吗 Ethereum觉得暂时留着吧 卖太多到时候后期可能会直接 产生就是负面的影响 像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做了 去这边去扫我们钱 Avenger plotting new course 终于是获得一个 一个期论了 这边写的是contact加一 没了吗 好像是没了 这边可以升级它效果是126块钱 4点的电力 这是多费4点电力吗 好像原来你要造一个新的话是3点电力吧 这可能升级以后费的电力就是效率会下降 但它是可以是让你去 安排一个额外的工程师 安排一个工程师的话 它是可以增加两两个额外的contact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样现在呢 我们再等workshop 到时候是可以再腾出两个工程师来 power是有点有点问题 所以说我现在呢 我直接让我们剩余的这个工程师的职业 大家就去 就去挖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像基本上我们看一下proving ground proving ground的我的 我再给他就是排到一个 排个东西吧 这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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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ce Green Protocol 还是不太 不太明白它是什么意思啊 这边写的就是 好像是可以对 对机械的在哪里 就是直接是对这些机械的机械的 就是单位啊 会直接是disable他们 但是具体会做什么 不太不太清楚 总之目前呢 我就不去不去理的了 这个Battlefield Manson 应该是增加 刚才写的 应该是能增加我们加写的一个 加写的能力的 这样还是去研究手榴弹吧 还是想去 去看一下更多的这 我们的AXON2中心 加入了一些手榴弹 子弹的话呢 其实也很好 这两个东西都很好 我只不过觉得 目前我是想去把手榴弹 都是把我们的滚轮战 像是先武装起来 像他们武装起来以后 我们其他部队呢 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这样应该是没了 直接接着 现在应该是接着扫吧 有些钱 这些钱我估计还是要留着 因为我们的 这边这个Preted Armor要要好了 到时候肯定还会花上很多的钱 那直接先去扫吧 但是现在好像会扫到很多钱 Premander That UFO contact has us locked in We have to take evasive maneuvers 我们 Interception 我们在原地 我们在着陆吧 让我们去直接是进行闪避操作 Setting course for the West Asian Corridor 哦 哦 好有意思 原来是这个意思 很有意思 等于是就是侦测到敌人UFO过来了 然后我们需要去等于是跟他跟他周迷藏 大概是什么意思 这样周迷藏完了以后 我们可以接着回去去做 之前要做的事情 原来如此 比较有意思 像现在 只剩下一些Aleway了 我觉得这些Aleway 我们暂时就不去理他了吧 这个格子也是快忙了 我想直接先把这边这个contact做出来 然后根据情况再去考虑 做不做这边这个 这是Facility吧 不是Black Set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Aleway目前我是比较多 我发现在地图上这些Aleway 每次获得都是一些 大约大概三四十的样子 我这个只要15的一票 Commander We utilized all of our available communications capacity We can't establish any new contacts until we upgrade our systems 这样直接去进行一下接触 tracer run 这样这个是什么 这应该是增加10点的命中 就基本上可以考虑成是 一个瞄准镜吧 只不过在我们暗桑2中的瞄准镜呢 是 就是等于是带装在武器上的 但是他相当于还有一些物品是可以增加 进一步增加瞄准 这样到时候我估计就是还是给我们狙击手吧 毕竟他们是给他们瞄准叠高了以后 就是让他们命中 基本上能 对付一些 就是 起码是 甚至是半一下敌人 都到 到后期能达到100的话 还是还是很不错的 这是扫完了吗 好像是没有扫完啊 没有扫完直接是获得一个 好多的三个选项啊 这应该这是我们三个之前三个 等于是看的这个Dark Event 这边是可以直接Counter到Major Breakthrough是增加两格 现在我们应该是还差一格满 这个满了大家 我说过吗 好像是没有 好像是说过吧 总之是这个满的话是不会马上game over 还是有时间去 让我们有时间去做反应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就算完成了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这个东西呢 增加敌人的视野 给113的Intel Modern成一个低速手机 这边是Difficult 给一个Engineer 我估计我直接是做这个了 而且这三个 这三个Dark Event 我觉得最恶心的 还是这边这个Alien的一个Incentrator 就是他会直接一个 有一些Faceless直接是在每个Mission 就是每个任务中 都会有Faceless 还是比较比较恶心的 我估计我会做这个 但在这之前我想先把这个扫完 还有一点就扫完了 但是游戏告诉我说 是这些任务 就是不等我们 我不太清楚这个任务的有 它过期时间是多少 我觉得扫 扫一个这个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真的是不想要Faceless 我还是直接先那个去做吧 可能会稍微 就是浪费一点时间 我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 这样我们是到时候 这个估计只要等到下期了 直接去做这边这个 还是要recover一个物品啊 估计会应该还是会比较难 毕竟是写的是dbcode 但是奖励很不错 给一个engineer 不过具体情况呢 我们只是下期再说了 这期就先录到这了 也是相当的喜欢 我们下期见